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1721-1740章 丹武双绝 第1721章 四课 孝云嘱咐秦明多休息之后 也离开了秦明的房间 直奔宗主闭关之处 副宗主西兴渊可能已经背叛的事 可是大事 必须要宗主拿主意 飞在空中 看着满天繁星 想着宗门的繁星事 孝云苦笑着摇头 真是多事之秋 也幸亏秦明揭穿了西兴 若是西兴渊突然发难 宗门肯定会陷入危险之中 现在提前发现 宗主就能做好准备 只要查明白 西兴渊背叛的事实 西兴渊再劫难逃 他也明白 秦明除了隐藏自己外 最重要的是 配合宗门 以他的智慧 当然能够想到 他不出现在宗门是最好的 甚至 他会与七眼一场 秦明已死的戏 让西兴渊彻底失去戒心 秦明真是宗门的福星 要不是秦明 估计我们月郎宗再劫难逃 一想到月郎宗一直被清完宗门的人掌控着 孝云就不寒而栗 等到两人离开之后 秦明关好房门 盘坐在地 开始清理秘境所得 把怀中的东西拿出来 看着一块玉佩和粉红色的玉壶 秦明似乎看到了巧笑燕然的米贝 摇了摇头 秦明把这两样东西放好 拿起地上的玉瓶 经过清点 米贝一共给了他三颗和蛇境界的金屑石 给了他五颗天使境界的金屑石 可能米贝把他身上所有的和蛇境界的金屑石 都给我了吧 摸着这些金屑石 秦明心中想到 和蛇境界金屑石 除了能让武者换血之外 听米贝介绍 还能施展玉剂 不止和蛇境界的金屑石 其他金屑石 也能施展玉剂 不同的玉剂 所需要的金屑石 各不相同 而所用的玉剂越是高级 需要的金屑石 也越是高级 当然 哪怕只是用元氏及金屑石施展的玉剂 也不是普通玉剂威力能比 并且 需要用金屑石才能施展的玉剂 非常珍贵 最少在月郎宗 秦明从来没有听过 可能是这种书籍很珍贵 月郎宗并没有收集 也可能是他现在实力太差 接触不到这些高端信息 要不是这次在秘境中认识米贝 他根本不了解中州的事 米贝只是一个小孩而已 他还整体宅在家里 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 想要了解中州 只能自己亲自去探索 认识米贝 虽然得到了很多情报 可因为米贝年纪太小 又太天真 很少外出 得到的情报并不多 虽然情报不多 可米贝也为他描绘出了一副极其繁华 绚丽多姿的中州 月郎宗太小了 秦明感叹不已 他最终的归宿 一定是在中州 毕竟 不管是救治小世界 还是让家人们超脱小世界 都需要在中州才有可能 而且 他还要找自己血脉之谜 我的血脉 为什么会是圣血 秦明低着头 沉思着 根据米贝的话 他身上的血脉为圣血 也因为如此 他上一次服用天极精血 才没有为自己换血 从来都只有从低级血脉换高级血脉 想来那一次 之所以出现意外 是因为他身上的血脉吞噬了天极月郎精血 丹武双绝 第1722章 虚名而已 秦明盈盈有一种感觉 自己身上的血脉极强 而现在的他 完全没有把这血脉开发出来 他也不知道 这是好事 还是坏事 血脉强 有血脉强的好 但也有坏处 就比如现在 他想要找一份配套的功法都办不到 只能修炼最基础 最普通的功法 其次 这血脉若是不进阶 作用很小 如果是普通舞者 只要服用一份天极精血后 就能为自己换血 而自己呢 已经服用了一份天极精血 可自己的血脉 还只是地极 他想要让血脉蜕变为天极 还不知道要浪费多少资源 希望用天极精血 能够让我的血脉进化 若是这个方法不行 真不知道该怎么让血脉进阶了 秦明深吸了一口气 拿起地上的一份天极精血石 放进嘴里 呼 精血石碰到嘴唇 立马就化开 一股股香味从里面散发出来 像流淌秦明全身 这些精血石 都是完整的精血石 是元寿老死之后 自愿把浑身能量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 这种精血石 价格是普通精血石的一倍还多 它是最纯净的精血能量 极容易被利用 用这种精血石 实在元寂 真是奢侈 想到这些 是为了施展元寂而用 秦明只能感叹 太奢侈了 也就欺负欺负米贝 没有战斗经验 要他是经验十足的武者 西星这次 就是踢到铁板了 虽然没有见过 用精血石施展元寂 但秦明可以想象 如果米贝用何舌 静界的精血石施展元寂 估计使出的威力能超乎他的想象 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学到这种元寂 秦明心中充满了期待 在中周 应该有这种元寂卖 但价格一定很高 当然 他也可以从米贝手中得到 但他不想这样做 除非能用等价值的东西交换 秦明不想占人便宜 正想着 他感觉身体在吸收精血中的能量 要来了 成败再次一举 若是以前 他根本不懂身体在做什么 可现在 知道自己身上的血脉是剩血之后 他就能够猜到 这是他身上的剩血在吸收这血脉精华中的能量 若是吸收这些能量能够让血脉进阶 那他就找到了血脉之路 就有了方向 若是不能让血脉进阶 秦明就需要再探索 对血脉的探索危险无比 秦明不敢想象失败的后果 扑 一口黑血被喷出 秦明重重地吸了两口气 看着地上的黑血 秦明有些紧张 他在房间中找了找 找到以前放在这的磨精石 把磨精石放在地上 秦明用指甲割开手指 一滴鲜血滴在旗上 在他紧张的注视下 磨精石开始绽放出光芒 一道道金光似射而出 照亮整个房间 见到金光的亮度 秦明仰天大笑出声 他现在的血脉 提升了很多 虽然没能达到天极 可只要能提升 怎么他找对了路 他手上还有四颗天极精血 以现在的进步速度 很有可能能直接让他血脉 进阶为天极 丹武双绝第1723章 蛇镜 势不宜迟 等到心绪平静下来之后 秦明把所有的天极精血石都放在地上 吸收天极精血石 并不会让我身体感到疲惫 应该能连续吸收 他现在身体不但没疲惫 反而浑身充满了力量 既然这样 当然要一鼓作气 一颗 两颗 三颗 转眼之间 三颗天极精血石已经被秦明吸收 可秦明身上的血脉 停在了地极巅峰 就是迈不过去 最后一颗天极精血石浪费了 并没有起到作用 看着地上的血 特别是最后一滩 上面并不是黑血 还散发着浓浓的精血能量 这些能量散发在空气中 很快就消散开来 秦明冷静了一下 找出一块布 细心地把血擦干净 做完这些之后 他坐在地上 冥思苦想了起来 吞浮精血 能让我血脉进阶这一条路 一定没错 那为什么现在我吞浮天极精血效果不大了呢 甚至全然没有效果 我是不是应该直接吞浮和蛇镜接精血 掏出一颗和蛇镜精血 秦明淡然地看着他 和蛇镜精血极其珍贵 若是有武者知道 秦明身上有三颗和蛇镜精血 肯定会直接抢夺 别说月狼宗了 哪怕是实力最强的青鸾宗 也不一定能护得了他 这些和蛇镜精血 实在是太珍贵了 他们完美无瑕 得到一颗就意味着 有极大可能成为和蛇镜界强者 这附近有几个和蛇镜强者 只有一个 而且他还是有隐患的和蛇镜界强者 听传言 他 是依靠丹药材进阶和蛇镜 有着极大的副作用 这一辈子 就只能停留在和蛇镜初期 而且 比普通和蛇镜强者实力要低得多 可就算这样 青鸾宗也因为宗主 是和蛇镜界强者 在这里为一霸 若是那个舞者 得到了这完美的和蛇镜精血 成为和蛇镜界强者 十拿九稳 取代青鸾宗的地位 轻而易举 但在秦明眼里 这些和蛇镜界精血 并不珍贵 在珍贵的东西 只有用到 才是真的 他唯一担心的是 他不能承受和蛇镜精血的能量 和蛇镜界 虽然只与天机差了一层 可这一层是天差地别 若是有残缺的和蛇镜精血 我估计有能力掌控 可这完美的和蛇镜精血 秦明陷入了纠结 吞服还是不吞服呢 不可能有人会给我换 哪怕是一份最残破的和蛇镜精血 也不可能给我换 哪怕我能换 我也不敢 摇了摇头 秦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别人是为没有和蛇镜血而烦恼 甚至找到王者天机精血代替 而他却是烦恼 精血能量太强 怕自己身体抵挡不住 估计再等下去 也不可能有一份残破的和蛇镜界精血 只能服用了 我相信 这点危险 我一定能够克服过去 秦明捏着拳头 咬牙决定 吞服这颗完美和蛇镜界精血 毕竟在这里连一份天机精血都极其难 何况是和蛇镜界精血 捏着和蛇镜界精血 一狠心 放进了嘴里 丹武双绝 第1724章 三个月 刚刚进度 秦明就感觉整个人要炸了般难受 好疼 强忍着 秦明拼命地运转功法 一丝丝血液从他皮肤中渗出 眨眼之间就成了一个血人 秦明想要吐出来 可澎湃的能量压得他根本张不开嘴 最后 他全身失去控制 倒在地上 瞪大着双眼 我不能放弃 秦明心中呼喊着 拼命地想要控制身体 可不管他怎么努力 连做都做不起来 房间内 一股股看不见的元气 化成飓风灌入 从秦明毛孔中灌入 在元气涌来时 秦明身体肌肉开始膨胀 接着直接被无情地撕裂 秦明想惨叫 可张了张嘴 发不出任何声音 就这样 秦明自己疼得晕了过去 在昏迷中 他身体本能地抽搐 在地上打着滚 在无人知晓下 秦明心脏中黑色的液滴 欢快地跳动着 血脉中一股股 属于那些秦明以前吞服的 精血能量 如同惧怕一般 被逼在心脏一角 这些精血能量 与秦明吞服进来的能量 已经打不相同 它们纯净得多 没有任何杂质 这颗和蛇 境界精血能量流入心脏之后 似乎受到了黑色液滴的控制 听话地在角落里汇聚 并慢慢提纯 狂暴的能量 涌入秦明身体 撕碎了肌肉和经络 而又在神秘黑色液滴的帮助下 愈合 就这样 撕碎 愈合 周而复始 一遍又一遍 每一遍之后 秦明的身体 就会更坚硬一分 终于 秦明吞服的 和蛇境界精血全部被吸收 心脏中属于和蛇境精血能量 也是变得极大 似乎感觉到 自己强大的力量 这股能量 对黑色液滴不满 凭什么它在最好位置中心 而自己却被挤到角落里 和蛇境精血能量 对着神秘黑色液滴发动了进攻 黑色液滴似乎察觉到了它的异动 转了个圈 刹那间 和蛇境精血能量如遭重击 飞快地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其他精血能量更是不堪 如同一滩烂泥一般 滩在心脏角落 对中心的神秘黑色液滴 极其尊敬 一道光芒从黑色液滴闪过 瞬间 被光芒掠过的所有精血能量 全部解体 化作最纯粹的能量 涌向黑色液滴 受到这股能量的滋养 它跳动得更欢快了 随着跳动 带给了心脏无限的活力 一丝丝能量游出 随着血管流淌到 秦明全身各处 秦明身体冒出了金光 金光很耀眼 但传出的距离极近 终于 秦明身体重归平静 而心脏中的黑色液滴 也恢复了不急不缓的 慢慢跳动 随着一切平息 秦明身体开始吸收元气 这是突破地级的征兆 无形的元气 以更加快的速度涌入房间 又被秦明身体贪婪地吸收 就这样一夜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 温和的阳光洒在树枝上 洒下斑斓般的光韵 睡梦中 秦明感觉身体暖洋洋 睁开了双眼 这是怎么了 摸了摸头 秦明脑袋一片江湖 瞬间 他反应过来 昨天他吞付了和蛇进精血 单五双绝 第1725章 练习原记 我没死 摸了摸自己身体 其上有结痂的血块 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 相反 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气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照理来说 若是人昏迷过去 身体不会再运转功法 以他当时的情况 应该是必死无疑 可现在看来 他不但没事 似乎还成功了 成功吞付了一颗和蛇进精血 若是谁知道 一个区区地级舞者 吞付了一颗和蛇进精血 肯定下都给吓死 哪怕是天级巅峰舞者 吞付和蛇进精血 也会准备良多 就算这样 也不足一半舞者能成功 若是没有万全准备 更是十死无生 可他一个区区地级 居然吞付了和蛇进精血 以后再也不这样冒险了 秦明心中暗自决定 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他活过来了 可有一不能有二 一次运气好没死 难道此次运气好不成 五道之路可不是凭运气 我似乎已经有了天室的实力 秦明不是很确定自己现在的真实实力 握紧拳 一丝丝元气开始在拳上聚集 没一会儿 上面就聚集了大量的元气 秦明试探着把元气放出来 没想到 真的成功了 感觉到空气中自己的元气凝而不散 秦明心中狂喜 我现在天室一层了 我终于天室了 哈哈 而不得秦明欣喜若狂 天室 意味着能够在天龙大陆飞 翔 能飞 意味着不再受土地的束缚 很多地方都能去了 天室 才是天龙大陆的五道开始 而天室之下的舞者 只能偏安易于 绝大可能永远在一个地方老死 秦明成为天室 也意味着他 能去中州大陆了 虽然中州大陆极其远 中间有无数艰难险阻 可再怎么远 只要他有恒星 必然能到达 而若秦明不是天室 他就算有恒星 也不可能去得了中州 还是先提升实力再说 若是能提升到天室巅峰 去中州的危险 就会少一分 实力越强 路上遇到危险的可能也越小 再一个 哪怕到了中州 秦明想要集齐救小世界的物质 也一样需要强大的实力 没有强大的实力 哪怕有了物质 也很有可能被不怀好意的人掠夺去 那么 我身上的血脉 有没有荆棘呢 秦明期待不已 他现在成了天室 十有八九血脉 也跟着强化了 秦明从怀中拿出磨精石 放在桌上 激动地搓了搓手 用指甲划破了手指 鲜红的血液非常粘稠 低落下来时 如同一根细线一般 与手指连在一起 看着血液 哪怕不用摩金石测量 秦明也猜出 他的血脉进阶了 果然 摩金石散发出的金光 浓郁地散不开 这正是天室血脉的特点 而且在天室血脉中 也是属于比较强的血脉 如此一来 我修炼的速度更快了 秦明满意地点点头 有了天极血脉 他修炼的速度 一定比以前快很多 相信在完美丹药的帮助下 要不了多久 就能达到天室巅峰 丹武双绝 第1726章 飞行 可我要怎么达到河蛇敬呢 秦明苦恼起来 成为天极血脉 他是靠着吞服和蛇敬精血 才九死一生得来 他感觉 想要让血脉蜕蜕变为河蛇敬 光靠和蛇敬精血 十有八九不能 就像他血脉达到地势巅峰时 无论服用多少天极精血 都不能让血脉蜕变 也许我需要吞服一颗残破的河蛇敬精血 想到这 秦明星一辰 河蛇敬精血 要不是米贝给他 他根本弄不到 比河蛇敬精血 更加珍贵的河蛇敬精血 更加难得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可能在中周 和蛇敬精血 并没有多难呢 秦明只能自欺欺人 想这些也没用 还是先把米贝的恩情还了吧 说不定以他的单道天赋 日积月累之下 可以赚取换河蛇敬精血 当然 这有一个大前提 他必须要保证其他人 不因为他的财富 而谋财害命 这很有可能 武者修炼之路 实在是太难 若是有武者 拥有超过自身实力的财富 很容易引来如同豺狼一般的贪婪者 想洗了澡 这些麻烦事 以后再说 无奈地摇了摇头 秦明拿出洗澡工具 在房间内早就准备好的浴盆里洗刷着 这里的居住环境 还是很好的 房间很大 若是换了以前那个木屋 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 清爽地洗了的澡 秦明舒坦多了 刚刚洗完 敲门声响起 听着有节奏的敲门声 秦明知道七亿来了 于是他走到门口 把门轻轻打开 果然 七亿正站在外面 秦明把他引了进来 一踏入秦明的房间 七亿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看来秦明受伤很重 只是不想 我们担心 秦明猜测 秦明在秘境中一定受了伤 只不过在衣服的遮挡之下 他们没看出来而已 真是苦了你了孩子 七亿注视着秦明 柔声道 秦明摸了摸头 不知道七亿为什么突然这样 多谢七老关心 我并不苦 比起其他舞者来 他受的这点苦算什么 舞者最痛苦的是 看着时间一点点荒废过去 而自身实力 没有任何进步 等到年纪大了 身体潜力用尽 只能哭作等死 才是真正的痛苦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房间 你随时可以搬过去 七亿没多说 告诉了秦明来意 他昨天一回去 就连夜安排 天一亮 就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多耽搁一天 秦明被发现的可能性 就增大一成 秦明就危险一分 秦明如此天赋一禀 是月郎中的希望 可不能有危险 多谢七老 秦明拱手道谢 你有没有要收拾的 现在干净收拾 七老道 秦明摇了摇头 都是些不值钱的 不用收拾 好 七亿身后的包裹中 拿出一套黑衣 从现在开始 你是我的仆人 以后就穿这套衣服 秦明接过黑衣 看着黑衣上的面具 点了点头 以后我会对外人说 你是我在外面收的仆人 因为有点炼丹天赋 所以在炼丹市帮忙 同时 也会对外人说 你的样貌丑陋 所以才戴上面具 七亿拍了拍秦明的肩膀 真是难为你了 丹武双绝 第1727章 威夷挪布 他回去想了又想 秦明不可能不和其他人接触 只有这个方法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可这样一来 就委屈秦明了 没有人不在意名声 他可是要把秦明样貌丑陋 宣扬出去 很有可能 在炼丹室内 他会受到其他仆人的侵蚀 这对于样貌英俊的秦明来说 一定很难受 秦明淡淡地点头 没什么委屈的 这样很好 能让我省了很多事 他并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 如同一头猛兽 不会在意绵羊的看法一样 好 见到秦明毫不在意 秦明有些意外 秦明不亏是他看好的人 不管是从性格 还是天赋来看 都极其出众 这样的人不能出头 什么样的人呢 一瞬间 秦明心中感叹道 同时想起了自己年轻时 顿时自愧不如 他年轻时很张狂 若是能收敛性格 可能现在的成就 远远不止这样 若是有秦明一半星星 也不会在中周混不下去 唉 叹息了一声 他现在已经老了 只能靠下一辈 看能不能拉扯 他这个老家伙了 等秦明换好衣服 戴上面具 七亿抓着他一飞冲天 很快就来到了 专属于他的炼丹室 已落地 早等在这里的仆人 连忙躬身行礼 这些人都是原事 而且年龄已经不小了 这一辈子 很难再进步 这是新来的仆人 负责打扫这个炼丹室 七亿把秦明放下 看也不看秦明 转身离开 仆人们恭敬地把七亿送走 见到七亿走远 都对秦明散发出浓浓的敌意 权横 原来就是这小子 抢了你的活 一个老仆 对着一位中年仆人说道 那叫权横的中年人 做出凶狠模样地捏了捏拳头 狠狠地看着秦明道小子 你居然敢抢我的活 你活腻了 在炼丹室工作 可是又轻松 又有可能学到炼丹经验 心虚哪一天 七亿性之高 随手教导一下 就赚大了 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工作 没有想到 昨天七亿回来 就把他的职位给撤了 还没等他纳闷 得出个所以然来 今天就带着一个 带着面具的家伙出现 现在才知道 原来是这个不敢见人的家伙 把他的活给抢了 滚一边去 秦明没功夫和他们浪费时间 说完 转身就想推开炼丹室的大门 七亿和他说过 这炼丹室其他人没得到允许 不许进 现在命令他管理炼丹室 也意味着 除了他和七亿 没人能进去 你 听到秦明轻视的话 中年人捏着拳头 对着他后背砸去 他要让这小子 尝点苦头 见到中年人发起进攻 其他人都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每个新来的人 都会被欺负 已经戏以为常了 他们曾经也被欺负过 现在看到有新人同样被欺负 都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感觉到背后的攻击 秦明朝着右边让了一步 顿时 中年人的这一拳打偏了 抓住中年人的拳头 秦明肘关节往后一顶 也没怎么用力 可他是天使 身体现在的强度 根本没有舞者能比 单舞双绝第1728章 查到惊血之密 这不是很猛烈的轻轻一击 就把中年人击飞 倒在地上 捂着胸口痛苦惨叫 秦明没管中年人 他脚步没听 已经走进炼丹师 关好了房门 见到关好的大门 几人面面相去 刚刚发生了什么 怂恿中年人攻击的老仆 一脸疑惑 应该是运气吧 有仆人道 可看着中年人的惨叫 本能的 他们心中对秦明 有了敬畏之心 最少 新来的这个仆人 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关好房门的秦明 开始检查炼丹室中的器具 以及原职 不错 看着架子上 放着不少的原职 秦明满意地点头 这些原职 足够他炼制近期修炼的天元丹了 他没打算靠七亿 自己有能力 为什么要靠其他人 就这样 秦明安定下来 炼丹室中 他尽情地使用原职 毫不怕浪费 大部分 他会用幽火隔空炼制 而有小部分 他会用炼丹室中的炼丹炼炼制 用炼丹炼炼制 他不会用幽火 而是凭着真本式炼丹 炼完一炉了 也不知道这一炉怎么样 秦明坐在椅子上 喝着茶 看着已经熄灭的丹炉 炼丹炼炼 除了用元气炼丹外 也可以用新火炼丹 不过 用新火炼丹 难度会大很多 一般只有在武者元气不足的情况下 才会用到新火 但秦明这一次 可是炼制兑换任务积分的丹药 自然不能全力出手 哪怕不用幽火 只用元气也不行 若用元气炼丹 他会炼制出高品天元丹 可高品天元丹 不符合他的低调 B2 想来想去 只有用新火炼丹 才符合他要求 喝完茶 秦明不慌不忙地 走到炼丹室前 正要揭开盖子时 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 秦明看着房门触到 秦明推门走了进来 没打扰到你吧 秦明摇了摇头 看着秦明所站的位置 秦明猜到他在干嘛 连忙走过来问道 在炼丹 怎么样 还没看呢 秦明道 我来接 秦明满脸笑容道 看着炉中还没有完全熄灭的新火 秦明猜到 秦明这一炉 可能炼制的是天元丹 秦明说过 他的实力是地级 那么 以他地级的实力 炼制天级丹药 自然会元气不济 用到新火很正常 这可是秦明炼制的天元丹 他很感兴趣 秦明不知道 秦明有幽火 而幽火融化原汁的速度 根本不是普通元气 火焰能比的 哪怕秦明只是原始境界 也能炼制出天级丹药 而现在 他达到了天级 炼制天级丹药 更是不需要使用新火 秦明让开了一步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既然秦明想看 那就给他看好了 秦明还不知道 这一炉 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他也是第一次用新火炼制丹药 得到秦明的同意之后 秦明搓了搓手 走到丹炉前 揭开了炉杆 顿时 一股丹药的香味 弥漫整个炼丹市 闻着这些丹香 七亿精神一阵 秦明炼丹成功了 丹五双绝 第1729章 谋夺 虽然知道 秦明已经成为天丹时 可亲手揭开 感觉很是不同 偶尔靠运气成功 是成功 有真正的实力成功 也是成功 但两者成功的意义 完全不同 前一种 只是证明炼丹师有潜力 有能力相应等级丹药的基础 而后一种 才是炼丹师 应该真正追求的 这一炉成功了 也就意味着 秦明炼制天级丹药 是第二次成功 那么他就是真正的 有炼制天级丹药的实力 而不是靠运气成功的 七翼激动不已 炼丹炉现在有些雾气 七翼看不清里面的丹药 于是伸出手 在炼丹炉内摸了摸 手刚刚触及到底部 感觉到里面的触感 七翼心中一动 似乎 不止一颗丹药 而是四颗 他也没有多想 把这四颗丹药都拿了出来 四颗都是好丹 看着色泽饱满的 四颗成功的丹药 七翼很是意外 秦明 没想到你实力这般了得 居然炼制出了四颗丹药 七翼看着风轻云淡 一点也没有因为炼制出 四颗天约丹骄傲的秦明 表扬道 秦明淡淡一笑 若是七翼知道 自己有实力 炼制出十全十美的天约丹 还不得下趴下 而且 这一炉丹药 应该不仅仅只是四颗丹药而已 鉴定丹药 当然不只是看数量 不过在七翼看来 秦明能炼制出丹药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炼制出二瓶以上的天约丹 但 要把这些丹药装起来 必须要鉴定他们的品级 这是一个炼丹师必须做的一步 二 七翼拿出一个专门装一瓶丹药的玉瓶 把丹药捏在手上 随意地放在鼻子前闻了一下 就放进了玉瓶中 等等 刚当那颗丹药 怎么感觉不对 察觉到 刚当的那颗丹药 似乎比想象中的香味要浓郁一些 七翼连忙又把丹药倒了出来 这一次 七翼认真地鉴定 这 这是四品天元丹 我的老天 抬起头 七翼一脸目瞪口呆地看着秦明 秦明点了点头 表达的意思很明确 你没有鉴定错 这真是四丹药 自己的实力 也确实能够炼制出四品丹药 得到秦明的肯定 七翼倒吸了一口凉气 把玉瓶放在一边 又从架子上 拿过一个更加精致的玉瓶 把丹药小心地放在其中 又拿起其他丹药鉴定 越是鉴定 他心中越是惊讶 这四颗丹药 居然都是四品 最后 把丹药全部放进玉瓶 七翼围着秦明转了两圈 上下打量着他 嘴里还念叨着真是怪物 真是怪物 秦明才多大 居然就能炼制出四品天原丹了 他哪怕是晋级为天丹师 也是整整花费了二十年时间 才能炼制出四品丹药来 他还清晰地记得 第一次炼制出四品天原丹 他兴奋地一晚上没睡觉 可秦明这风轻云淡的模样 看来已经不是第一次炼制出四品天原丹了 而且 在他看来 似乎炼制出四品天原丹 并没有什么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秦明的丹道天赋 好得让人嫉妒 丹武双绝 第1730章 宋 你是怎么做到的 秦明抬起头 不敢置信地问道 秦明淡淡一笑就这样做到的呀 这一炉丹药 他根本没怎么用心 因为这些丹药 是用来兑换原质的 不能炼制太好的丹药 所以才边喝茶 边炼丹 不过秦明的炼丹实力 已经达到了炉火垂青的地步 他炼制的丹药太多了 最关键的是 这炼丹 都是完完全全在他的感应下完成的 如此一来 他对原质熟悉无比 现在哪怕没有用忧火 甚至不用元气 直接用心火炼丹 也因为他熟练的技巧 炼制出了四品丹药 看着秦明毫不在意 理所应当的模样 秦明摇了摇头 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么强的丹道天赋 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秦老 这丹药就劳烦你帮我 换成天元丹原质了 我需要更进步一的研究 争取炼制出高品天元丹 秦明拱手对着七老说道 他要原质 当然不是为了研究丹药 而是为了 能炼制出完美天元丹 用于修炼 而之所以 要七亿帮助他交换 是因为他现在出去不方便 在这里没有人知道 他是秦明 也不会有人怀疑 一个年轻的炼丹师 会假扮成仆人 可在任务兑换处就不同了 那里人多眼杂 难免会被人认出来 而且 一个猛面的舞者 拿着一瓶天元丹 怎么看怎么可疑 肯定会有人调查 再一个 他也不方便 用以前的身份了 还是七老帮忙兑换 要来得好 太可惜了 要是你去任务兑换处兑换 立马就能把天极丹药师的身份 在宗门内转开 七亿有些可惜的摇头 整个宗门 天丹师并不多 而像秦明这个年纪的天丹师 更是一个也没有 若是能公布秦明的身份 一定会给他带来非凡的名声 甚至他的名声会盖过自己 盖过宗门大多数人 在宗门之外 也会传播起来 可惜了 秦明并不能暴露身份 没什么可惜的 虚名而已 我并不在意 秦明淡淡地摆手道 七亿点点头 能不被虚名影响 秦明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 他现在都有些佩服七亿的眼光了 一眼就看出了秦明的不凡 我去去就回 七亿不想担得秦明的时间 立马说道 还没等秦明回话 一溜烟的 七亿就出了炼丹士 一斩茶的功夫 七亿就又回来了 他背着给大包裹 重重地放在地上 这是天元丹原值 你尽情用 用完了我再给你送 他只带了原值 因为在炼丹室内 食物和水都非常充足 毕竟 一位合格的炼丹师 经常会炼丹室内研究炼丹 常常会闭关 自然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水 看着包裹内的原值 秦明发现 这些原值比他预计的多得多 他是想用刚刚炼制出来的丹药 兑换原值 而这里的天元丹原值 明显不止兑换的 七亿看出了什么 摆了摆手说道 你现在炼丹实力 正在飞速进步之际 不要怕浪费原值 有什么想法尽管尝试 丹五双绝 第1731章 王者精血 像秦明这样有天赋的炼丹师 往往会有些奇思妙想 当然 这些奇思妙想 往往只是空想一场 最后花了大量时间研究 也是白忙活一场 但研究的这个过程 真是探索的过程 秦明在研究中 炼丹实力会飞速进步 他不怕秦明浪费原值 就怕他不浪费原值 原值值几个原石 哪怕是天元丹的原值 也值不了多少原石 他供应得起 若他知道秦明真正的炼丹实力 就不会这么想了 秦明炼丹的速度 比七亿炼丹的速度 快了百倍不止 这都是忧火带来的优势 本来秦明以前还有实力不济 炼丹速度跟不上的弊病 而现在 秦明的实力也达到了天势 实力的短板也补齐了 你还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跟我说 七亿问道 想了想 秦明忽然记起来 他自己已经是天势了 可还不会飞行 于是问到七老 你手里有没有飞行原记 飞行原记 七亿本来想问秦明 他要飞行原记做什么 可以想到 每一个人的舞蹈 都是舞者最核心的秘密 他并不适合问 如果是其他的秘迹 可能得花费些原石 花费些功夫才能弄到手 但飞行原记 宗门内就有不少 飞行原记是 最普遍的原记 刻印很简单 也因为需求的人很多 刻印他的印符师也很多 这就如同丹药一样 所有的丹药中 舞者修炼的丹药 是最普遍 最多炼丹师炼制的丹药 听到七亿的话 秦明心中医 行 没想到 宗门内有飞行原记 那我给你拿来 七亿也没多说 转身离开 不久之后 他就带着两道印符而来 这两张印符 印刻的都是飞行原记 七亿把印符递给秦明 这白色的这张 是最基础的飞行原记 是我在宗门交换到的 而另外一种 是我早年时得到的 一种飞行原记 可练了一段时间 并没有练得炉火纯青 照理来说 这飞行原记 应该比基础飞行原记要好 这又是我辛苦赚来的 一直没舍得扔 现在你要 我就把这给你了 若是你元气属性 与印符上记载的 飞行原记相匹配 那就好好练练 若是不匹配 就不要尝试了 直接练习基础飞行原记 秦明感激地 接过两张印符 原记与自身属性 相匹配 发挥出来的威力 会更强 武者自身属性如何 这大部分取决于 武者血脉 也取决于武者肉身 能得到一份 基础飞行原记 秦明已经很满足了 另外一张飞行原记 若是能修炼 秦明就修炼 若是不能修炼 秦明会干脆放弃 反正也耽搁不了 多长时间 再一个多见识一些原记 对他也有好处 想来七一也是因为 这个原因 才把珍藏许久的原记 拿出来的吧 秦明再次感谢一番 七一不在意地 摆了摆手好了 我就不打扰你了 好好练丹 争取早日达到 那梦寐以求的境界 七一又鼓励了两句 推门走了出去 丹武双绝 第1732章 放弃武道 看了一眼紧闭的炼丹士 七一仰头看着天空 以秦明的天赋 肯定能突破天丹师 到达蛇级吧 蛇级 焦级 龙级 都称为灵级 代表着炼丹师 炼制出的丹药 有着灵性 蛇级虽然只是 比天级高了一级 可地位天差地别 像他这样的天丹师 在这里很受人尊敬 可到了中州 别说尊敬了 连重视都谈不上 正因为在中州 发展不下去了 他才回到故乡 若是秦明能达到 蛇级炼丹师 以他的品性 肯定会回报 到时候 谁也不知道 秦明有成就之后 还记不记得 他这个老人 他也不会逼着 秦明回报 只会在心里 默默地期盼着 若秦明真的 回报月郎宗了 那就是月郎宗 从建宗以来 最大的福报了 秦明在心中感叹 如秦明这般 天赋的炼丹师 他在中州 都没听说过 也许有和秦明天赋 一样杰出的 可这样的炼丹师 往往会得到 彭大势力的 亲力培养 根本不会行走在外界 他也接触不到 只怪月郎宗 实力底蕴差 给不了秦明 很好的资源 叹息了一口气 秦明最后 看了炼丹师一眼 似乎看到秦明 正在里面 专心研究着丹药 实际上呢 气一出去之后 他就盘坐在地 服用了一颗 完美天元丹 就开始了 两耳不闻窗外式的修炼 日子一天天过去 而他一直在炼丹室内 修炼着 这段时间 他也偶尔出去散散心 听到了一些 关于他不好的传言 因为秘境节 数之后 他并没有出现在宗门内 有传言他进入秘境了 顿时整个宗门 开始流传他 死在秘境的消息 有人叹息 可更多的人 却是冷嘲热讽 他活着的时候 这些人极力地巴结 而现在 传言他死了 又露出不屑一顾的嘴脸 看着让人恶心 这样的宗门 怎么可能发展起来 心中秦明对月郎宗有些失望 倒不是外面对他的疯言疯语 而是如此 弟子们大多都是作态 整个宗门一盘散沙 舞者之路艰辛 资源短缺 这就引起了很多舞者 把修炼资源看得比命还重要 甚至变成了目光短浅 宗门弟子互动 当然 有宗门规矩限制着 这些人不敢做得太过活 可 只有要这种心 宗门必然团结不起来 人心冷漠的宗门 谁愿意为之付出 没有弟子愿意付出 再大的宗门 也只是一盘散沙而已 除了这些消息外 对他一整天待着炼丹室内 有不少仆人对他不满 还有不开眼的家伙 居然跑过来自责他 在被他打了几次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多管闲事了 也因为如此 这些仆人和他的关系很不好 虽然关系不好 但看到自己极其敬畏 反而让他省了不少心 休息够了之后 秦明转身又进入炼丹室中 开始了闭关修炼 七亿也常常过来 每一次过来 都为他带来不少炼制天元丹的原职 他现在每天修炼 都需要消耗几颗天元丹 不过有七亿的补充 消耗的丹药并不算什么 丹五双绝 第1733章 再次拒绝 再又给了几十颗四品天元丹 给七亿之后 他就满意地离开了 对于秦明的炼丹速度 他很满意 甚至 一直到现在 七亿还以为秦明在闭关炼丹 根本没有想到 秦明炼丹很少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修炼 就这样 三个月时间匆匆而过 炼丹室内 秦明盘息而坐 空气中一道道元气飘荡而来 钻入他身体中 呼 睁开眼睛 秦明眉开眼笑 果然 天极血脉就是不一样 这段时间的修炼速度非常快 他现在已经是天势四层了 这才三个月 他就破了三道关卡 根本不是寻常舞者能比 现在修炼元祭吧 这段时间闭关 修炼速度开始变慢了 这是因为长期修炼 而引起的身体疲惫 一般到了这一步 舞者就不适合必死关了 而他已经是天使 除了修炼之外 还可以练习元祭 他之所以等到现在才练元祭 就是等到修炼速度受到影响之后 不单个修炼时间 秦明搓了搓手 掏出怀中的两张硬符 他在拿到硬符之后 就想要修炼了 一直强忍到现在 期待感不但没有降低 反而更强 肯定是先学习难的 等到确定他不适合自己之后 秦明才会转过头来 学习基础飞行元祭 收起一张硬符 秦明专注地看着另一张七翼 都没有练成功的飞行元祭 因为被七翼练过一次了 虽然没有成功 可其上的痕迹已经有些模糊 他如果练了 不管有没有成 功 这硬符都不能再使用了 七翼对我真是好得没地说 这些恩情铭记于心 秦明默默地念到了一句 这段时间要不是七翼的帮助 他修炼不会这么顺利 从始至终 七翼一直在帮助他 秦明心中一直都惦念着 只等着有机会把恩情还回去 深吸了一口气 秦明捏着硬符 贴在了额头上 一道道元气 从他额头涌出 流入到硬符中 随着这些元气 秦明出现在一个意念空间之内 只见前方有一道模糊的人影 秦明看不清楚对方的长相 正要打量 对方动了 脚步轻点地面 就一飞冲天 以极快的速度飞起 他身上元气的运行轨迹 清晰可见 这运行轨迹极快 看起来杂乱无章 可又给人一种 乱中有序的感觉 随着功法的运转 人影飞行速度越来越快 并且可以在空中左右 横着移动 似乎整个天空都成了他的领地 不知不觉 秦明陷入了这些诡计的研究中 感悟着元气的玄妙 也不知道过了过久 等他清醒过来时 他已经退出了意识空间 把额头上的纸拿下 旗上的印记更加模糊了 甚至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断裂 里面的元气症一点点流失 秦明知道 这印符已经废了 以后不可能再用 像这种刻着元气的印符 分为一次性和多次使用 同样的功法 次数越多 印符越是珍贵 当然 除了这之外 也和掌握这种元气的印符师 对元气的领悟有关 单五双绝 第1734章 身份揭开 印符师对元气的领悟越强 刻下的元气 也会越容易 让舞者领悟 刻着这种印符 必须要舞者既会此种元气 又要会有高超的印符技术 两者缺一不可 所以这印符很珍贵 还好我记忆力不错 把已经完全损坏的印符收好 秦明脑海中回忆 刚刚在石海中见到的元气 这种元气好复杂 元气的运功路线无迹可循 只能靠舞者强行记忆 秦明皱着眉头 想要完美无缺地 使用出元气 必须要让元气烂熟于心 而且他发现这种元气让舞者飞行 只是附带的 他最主要的作用 还是在战斗中 在空中战斗时 这种在短距离内辗转挪移 会让舞者占据极大的优势 虽然没有学会 可秦明已经能够想象这种元气的威力 我若是能学会就好了 他对我实力的提升 可能不止一心半点 他的一身功夫全在手上 近身战斗 需要灵活的身姿 越是灵活 他发挥出的实力也越高 剑走轻盈 刀走力量 兵器越是短 越是需要舞者身手足够敏锐 这元气 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般 可是 对这元气 秦明没有任何头绪 一个不连贯的运功诡计 让他如何能够记住 如何能够运用到战斗中去 光是想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秦明站起身 开始试探起来 最开始飞行的元气运行轨迹 倒是很简单 秦明照着功法 把元气运行在脚步支 后 就感觉脚下有一股膨大的推力 让他慢慢浮起 慢慢地加快了功法的运行 顿时推动 他上浮的力量更加大了一分 我会飞行了 原来飞行如此简单 只需要把元气运行在脚下就行 所谓会者不难 在没有点破之前 很难掌握 可一旦把方法点破 学起来一点难度都没有 这炼丹室虽然很大 可秦明绕着他飞行了两圈之后 却是根本施展不开 秦明行到炼丹室门口 缓缓地打开房门 见到外面没有任何仆人 顿时加快元气功法的运行 刹那间 秦明一飞冲天 歪歪扭扭地飞上了天空 爽 感觉着耳边呼呼而过的狂风 秦明张开了臂膀 他终于能飞行了 第一次飞行 秦明飞行的速度很慢 可再慢的飞行速度 也不是步行能比的 没过多久 他就飞出了月郎宗 站在高空 俯视着底下的月郎宗 顿时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以前他刚刚成为元氏时 觉得月郎宗好大 一阴设施都很全 秦明觉得他很好 可现在看来 月郎宗对他来说 太小了 这也许是境界不同 而造成的心境不同吧 终究 他是要离开这里的 前往更加繁华的中洲 往四周看了看 秦明选了一个方向 静止地飞了过去 他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练习飞行元计 而月郎宗周围 到处都是森林 荒山 随便选择了一个方向 秦明飞行了一段距离 就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丹武双绝 第1735章 反叛 这是一个山谷 根据秦明的观察 也没有多少元寿 应该不会有人打扰他 站立在虚空 秦明脑海中 回忆起源纪的各种运功方式 这么复杂的元气运行轨迹 又是在短距离辗转挪翼的飞行方式 就称呼你为威仪挪步吧 那么就来试验一下你 秦明思索了片刻 闭上眼睛 开始了按照印象中的元气运转路线 运转着身体中的元气 呼 刚刚运功 秦明心中就突然一慌 因为他发现 整个身体已经倒过来了 根本不是他想的那样 朝左边运动一小步 身体倒过来 而脚下并没有放松 顿时他自身的重力 加上脚下的元气推力 整个人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地下栽去 不行 不行 要死了 感觉到地面越来越近 秦明心中更加慌乱 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 不死也重伤 若是在这里摔死 那就死得太憋屈了 急忙的 秦明不再按照记忆中的功法 运转元气 而是本能地转过身体 加快往脚底元气输出 在最后一刻 秦明终于停止了 可因为刚刚胡乱的运行元气 让他的脚受了伤 不按照功法运行轨迹 果然会出问题 检查了一下脚上的伤 秦明心有余悸 刚刚最后一刻 他本能地把身体中的元气 朝着脚下聚集 可没有用上任何元气 胡乱地运行元气 虽然最后是停下来了 可也被狂暴的元气冲伤了脚部经络 找了个凸起的石头 秦明坐 在上方 从怀中拿出一颗天极 完美疗伤丹药吞服 他身体恢复速度本来就很快 再加上完美疗伤丹药的帮助 没多久就完全恢复了 摸了摸受伤的腿 秦明这一次不敢大意了 慢慢浮在空中 这一次秦明离地面很近 哪怕摔下来也不会受重伤 再来一次 休息了一会儿 心绪渐渐平静下来 秦明闭上眼睛 又开始照着脑海中的元气 开始运转元气 瞬间 秦明的身体又倒了过来 还好这一次 他离地近 虽然是倒叉葱地钻进了地里 但没有受多重的伤 只是有些灰头土脸 再一次 秦明把身上清理干净 站在虚空 他并不急着运行元气 而是陷入了沉思 我到底哪里错了 为什么我运行元气之后 和黑衣掩饰的完全不同 秦明静静地思索 他发现 他运行元气的路线 应该是完全正确 可就是完全正确 可与人影完全不同 就这样 秦明思索了良久 忽然一个想法出现在他心中 会不会是元气的运行 必须要连贯起来 对 很有可能是这样 秦明想到 若是第二种完全不同的元气路线 和这一种力道相互抵消 很有可能只会让舞者移动极短的距离 这样一来 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 相互冲突 就能让舞者在极短的距离辗转挪移 也就能达到在石海中那黑影的效果 越想 秦明越觉得应该是这样 再一次 秦明闭上了眼睛 开始了运转起元气 单五双绝 第1736章 清无坤 在第一道元气运行完成的瞬间 秦明立马开始了第二道元气运行 顿时 第一道力量刚刚生成 就有第二道力量出现 两道力量相互抵消 秦明身体只是轻微地晃动了一下 我的判断是对的 秦明满脸欣喜 虽然没有成功 可他已经掌握了方法 只需要控制元气的量 最后肯定能成功 今天天色已晚 为了避免其他人发现 秦明回到炼丹室休息 第二天天一亮 秦明又来到了这里 开始了今天的元气修炼 就这样 日复一日 两个月过去了 天空中 秦明上下左右不规则的移动 每一次移动 没有任何征兆 终于我练成了 不过似乎没有我想象的那般完美 站在空中 秦明皱着眉头 经过两个月 不但练习与摸索 他让身体完全记住了元气的运行轨迹 只要他想要移动 身体中的元气 就会自然而然地 按照元气中相应运行轨迹流动 但是 这元气对身体的伤害 未免太大了 要知道 他的身体硬度 比普通的专门练体的舞者 都要强得多 可他也不能顺心所欲地运用元气 若是一直用元气 也会让他身体受到伤害 秦明估计 这种元气 哪怕是专门练体的普通舞者 也只能用一小话 除此之外 秦明总感觉有些别扭 说不上来 但他觉得这元气 并不应该是这样 他虽然已经完全掌握 可比起在硬服中那道黑影 有着不小的差距 我为什么和黑 引有差距呢 秦明陷入沉思 这差距看起来不大 以他身体的强度 也可以抵御这种冲击力 只是不能长时间用 可实际上差距极大 他对这元气并没有真正的掌握 看来是我的身体属性 与这元气不合 秦明叹了一口气 他已经研究了两个多月了 还是没有研究出结果 只能如此猜测了 不过 虽然没有达到黑影哪怕 但也能用在战斗中 并且飞行也没有任何问题 他要学习飞行元气的目的 也实现了 想着 秦明不再研究飞行元气 静止地飞回宗门 飞着 他看到远处黑烟滚滚 月郎宗主山上 副宗主居住之地 一位舞者匆匆跑了进去 父亲 我查到月郎宗精血之密了 西星满脸兴奋 见到房间里没有其他人 只有自己父亲 立马兴奋地道 文言 正在闭目养神的西星渊 突然睁开眼睛 你查到月郎宗精血之密了 他一直在暗中调查月郎宗之密 可月郎宗月郎精血 属于宗门的核心 一直是由宗主掌管 除了有限的几个人 谁也不知道 月郎精血如何而来 为什么那么纯净 那么完整 在宗门内待了五十多年 现在总算得到了线索 他如何不喜 月郎宗精血 到底是因何而来 笑天是不是有一个 与中州交易的渠道 西星渊问道 经过多方猜测 只有与中州交易 才能有如此稳定的 精血来源 丹五双绝 第1737章 断壁 他一直朝着这个地方 多方打听 可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不是 西星兴奋到你知道吗 宗主笑天闭关之处 我发现了一群月郎元兽 这些精血 一定是在山谷中所得 嗯 西星渊皱着眉头 你是怎么探查到的 最近我发现 笑云有异动 频繁外出 所以派人跟踪他 想要看看有没有线索 西星得意到没有想到 真的有所发现 在一个隐秘的山谷 我的人找到了月郎元兽 因为怕笑云发现 离得距离很远 也不知道山谷内具体 有多少月郎元兽 不过根据估计 最少有一大群 因为笑云是天使 跟踪很容易被发现 发现他频繁离开宗门后 西星派人 每天只跟一段距离 一段根丢了 就放弃 断断续续 不知道跟踪了多少次 终于有收获了 听了西星的情报 西星渊叹了一口气 看来不是我想的那样 若是只找到一个月郎山谷 他根本没有办法 弄到完好的月郎精血 也许 他可以派遣舞者 慢慢杀一部分月郎元兽 得到些精血 可那些得到的精血 必然是残破的 再一个 成群的月郎 并不是那么好杀的 很有可能 自身也损失惨重 得不偿失啊 可是不对啊 为什么月郎宗 拿出来的月郎精血 都是完整的啊 忽然之间 西星渊想到了什么 很有可能 笑天与月郎达成了交易 或者笑天有秘法 能与月郎合作 想到这里 西星渊激动不已 若是 他得到了这种秘法 能够取代笑天的位置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月郎精血 不就是他的了吗 我应该怎么让笑天 乖乖就范呢 西星渊站起身来 在房间内夺步 以笑天的个性 想要让他交出秘法 很难 就算杀了他 可能也得不到秘法 没有秘法 他如何得到月郎精血 有了 世人都有在意的东西 而笑天在意的 就是月郎宗 西星渊心中一动 感觉自己找到了关键点 月郎宗创建已经百年了 笑天肯定已经与他 有了深厚的感情 若是自己拿月郎宗 和他自己的性命 逼迫笑天 他会不会就范呢 想到笑天把贵重的月郎精血 都用在宗门 西星渊就知道 他一定很重视宗门 没有想到 我们俩潜伏在月郎宗内 不但能得到月郎精血 还能有意外的收获 西星渊满脸笑容 他和儿子潜伏在月郎宗 替笑天管理宗门的同时 也得到了无数资源 而其中 最重要的是 天极月郎精血 大部分的天极精血 都被他用各种方法弄到了 把这些精血 送回自己宗门 他们的地位 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就像现在 自己的儿子 已经是清鸾宗宗主 清传弟子了 没有他一直不停地 为宗门输送天极月郎精血 儿子怎么可能有如此待遇 若是他得到了秘法 在清鸾宗的地位 又会不同 到时候 就是宗主第一 他第二了吧 丹五双绝 第1738章 秦明归来 甚至比清鸾宗宗主都好 宗主只是得到了一颗 残破的和蛇进精血吞服 再加上没有丹药护体 虽然成功晋级为和蛇进强者了 可五道之路 已经被封死 若是他有了月亮天极精血帮助 有了清鸾宗帮助 很有可能成就 比宗主的成就还高 而且 清鸾宗宗主 膝下无儿无女 如何不会亲力培养他 一想到这 西兴渊感觉未来可期 心中激动不已 又思索了一番计划 觉得大有可为 根本就没有失败的可能 于是 对着儿子说到心儿 你把得到的情报和宗主 如实汇报 另外 把我的话也带过去 就说 我有办法得到 训养月狼元寿的方法 需要他全力支持 父亲 西兴没想明白 父亲要表达的意思 你就原封不动地说就行 知道什么说什么 西兴渊嘱咐到宗主 自然知道 应该怎么做 是 西兴连忙点头 激动不已地 朝着外面而去 见到儿子离开 西兴渊又细细地思考了一番 发现他的计划没有任何漏洞 放心下来 我在这里待了五十多年 整个宗门已经被我打理得 如同铁桶一般 水泻不通 孝天 你现在只是名义上的宗主而已 要怪就怪你只专心无道 不管宗门的事 月狼山谷 以前一身邋遢的孝天 现在变成了一个偏偏中年男子 与孝云相对而做 宗主 你快要出关了吗 孝云问道 每一次孝天出关 都会好好的梳洗 一番 孝天点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现在到了出关的时候 说着 他缅怀地摸了摸自己怀中 那里存放着一颗王者天极精血 忽然 他说到你知道我为什么经常闭关吗 甚至根本不管宗门的事 为什么 孝云问道 确实 他一直有这个疑惑 宗主已经是天势巅峰 再闭关 也不能增加修为 难道他想以天极血脉 突破为和蛇镜强者 这根本不可能 就算要修炼威力极大的元祭 也不可能需要五十多年 那么这五十多年 为什么宗主一直在这里待着 难道是在保护月狼吗 孝天拿起桌上的酒杯 惆怅得淡淡一笑 怎么得到月狼精血的事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并不是我不信任你们 而是这个秘密 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分泄密的危险 宗主 你不用跟我说 孝云阻止道 他并没有因为孝天不告诉他 月狼精血的秘密 而对他猜疑 他能把闭关的位置告诉自己 而自己也见到了月狼 其实最重要的秘密 他已经知道了 我这五十多年 一直在这里闭关的原因 不是因为要守护月狼山谷 孝天说道 而是在守护王者月狼 王者 孝云震惊不已 和蛇境精血极其难得 在这里根本就没有 想要成为和蛇境界强者 对舞者来说 其实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 穿越重重危险 前往中周 第二种方法 得到王者精血 单舞双绝 第1739章 猖狂 第一种方法 看上去简单 实际上极其难 先不说从这里到中周 要经历的艰辛和危险 就说 中周虽然有和蛇境精血 但也不是寻常舞者能得到的 中周和蛇境强者多 但更多的是 等着和蛇境精血的天使 不知道有多少中周本土舞者 得不到和蛇境精血而老死 凭什么一个外来人 就能得到珍贵的和蛇境精血 既然前往中周 获取和蛇境精血的方法不靠谱 那么舞者只能寻找第二条路了 可王者元寿不可遇 也不可求 他只是听说过 百年之前有一头王者元寿出世 无数舞者蜂拥而至 王者元寿虽然实力强大 可也比不赢铺天盖地 不计死亡的舞者 最终立即而死 王者精血 也被一个幸运的舞者得到 最后那舞者吞服精血 获得了王者血脉 突破到了和蛇境 前往中周大陆了 和蛇境 在中周也是有一定地位的 也不知道那位幸运的舞者 现在过得如何 第二条路最难的地方就在于 找不到王者元寿 没有想到 月狼群中居然有一头王者元寿 这是多么让人震惊的消息 王者元寿的事情事关重大 宗主莫要多言 孝云阻止了孝天继续说下去 就如同他说的 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份危险 这秘密 只有一个人知道 最保险 孝天摇了摇头 现在不重要了 那王者已经去世了 什么 孝云惊讶到王者元寿 已经死了 谁杀的 王者精血 又是被谁得去了 王者元寿死不死 他不关心 他关心的是王者精血 这可意味着 一个和蛇境强者 孝天从怀中掏了掏 拿出一颗灰色的金石 这就是王者精血 瞬间 孝云的心神 完全被他所吸引 王者精血 这就是梦寐以求的 王者精血 你想要这他吗 孝天问道 说着 把他放在了桌上 只要孝云一伸手 就能拿到他 说不想的倒是骗人的 可难道孝天不想要 孝云抬起头 看向孝天问道 你身上的血脉 现在是什么品级的 天级 孝天淡淡道 那么 我不能要这份精血 孝云郑重其事到宗主 若是有多余的精血 我绝对不会拒绝 可宗主都没有王者血脉 我怎能要这颗他 精血虽然珍贵 可也比不上他与孝天 这么多年的过命的交情 孝天欣慰地笑了笑 叹息到说实话 我倒希望没有这颗精血 孝云抬头疑惑地 看着孝天 端起一杯酒 孝天喝了一大口 说到五十多年前 那时候我实力 还没有达到天使巅峰 外出历练 救了一只 濒临死亡的元兽 那头元兽 正是王者元兽 孝云满是震惊地 看着孝天 那时候就碰到 王者元兽了 而且还是重伤的 王者元兽 若是换成他 绝对不会放过 这个好机会 一直到现在 孝天才得到 王者精血 而且看着 王者精血的品质 肯定是这王者自愿 把全身能量 汇聚在心脏处 才形成的 显然不是 孝天杀死的元兽 丹五双绝 第1740章 小胜一筹 当时我也有过一刹那 要杀死那头 王者元兽的想法 可看到他的肚子 最终我放弃了 望着天 孝天回忆起了往事 那时候的他 怀孕了 他没有被人类发现 在元兽中 属于绝对的王者 也只有怀孕 才会让他战斗力下降 被其他元兽袭击 王者元兽 战斗力 比其他元兽 要强得多 虽然其他元兽 基于王者的精血 可也不敢捞虎须 但怀孕之后 王者会把体内 大部分能量孕育后代 实力降低很多 又因为要防御其他元兽 袭击肚子要害 被袭击难免会招架不住 听着孝天的话 看着他的神情 孝云知道 那头元兽 在他与那头元兽 有了感情 虽然起了恻隐之心 但也是为了谋取 更大的利益 孝天到当初在中周 我看过不少典籍 也知道 不少关于元兽的性命 知道王者元兽的智商 比普通元兽的智商 要高得多 于是我提出了条件 我帮助他 而他同龄手下 给我精血 当然 我没有料到他 最终的会死 我当时想的是 获取大量同种的天际精血 提炼出一份王者精血 所有的元兽 只要血脉纯净到一定程度 就有可能会变成王者精血 但提纯的过程极其艰难 也需要一些运气 那头元兽受了重伤 又怀孕 想来孩子保不住了吧 孝云猜测到 孝天摇了摇头 我也这么劝过他 可他坚持要保孩子 还恳求我帮助他 这时 孝云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孝天要在这里闭关了 原来他一直在帮助那头王者元兽 帮助他最终生下孩子 那么 那头又宰呢 孝云问道 王者极难缠子 但一旦有了孩子 也会是王者血脉 孝天道 被他父亲带走了 他父亲 孝云愣神 孝天点点头你也知道 越是实力高强的元兽 对自己身上的血脉感应 也是越强 他父亲是了不得的存在 想起小王者元兽的父亲 孝天不肯多言 脸上露出惧怕的神情 小王者元兽的父亲 出现过 还和他交谈了一会儿 可从史智中 他都没有看出 对方的实力有多高 只知道深不可测 而且 小元兽孕育了五十多年 才最终出生 本身就意味着不凡 见到孝天的忌讳的模样 孝云也不敢多问 哎 盯着桌上的惊喜时 孝天有些惆怅地叹息到 若是不为了保肚子里的孩子 他最少还能活两百年 孝云 你说我们是不是错过了很多 孝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两人年轻时 都是一心为了舞蹈 根本没有想过要孩子 现在他已经老了 孝天也不再年轻 似乎他们的人生并不完整 当初的追求 难道错了吗 可大多数舞者 和他们的追求一样 我决定了 以后就安安心心地守着月狼宗过日子 不再为了舞蹈奔波 孝天喝了一口酒 说道 无论